在河南南洋西川县 丹江岸边的渔民们 利用灯光夜捕银鱼 我们一起去看看 晚上七点 渔民们驾驶渔船 准时从港口出发 选择合适的水域进行作业 经过一夜的捕捞 四日一早 在西川县香花镇渔船码头 外出捕鱼的船只陆续靠岸 一框框鱼货 在这里完成挑剑撑重装车 收回案不差 高了别多年 一般都是二十块钱银嘛 当地合作社在完成收购以后 第一时间把银鱼拉回车间 工人们根据银鱼体型大小 进行分级装袋 并迅速放入冷库进行速冻 从而保证鱼的鲜度 像我这每天都收个五吨到十吨左右 国内一般都去到上海 江苏这些马子 广州这些马子 出口来我们一般都去到 到汉国 日文 泰国这几个国家 出口量我们可以能占额足量的百分之五十 那似乎 我们可以看到